大家好 歡迎收聽網向早晨 今天6月5日只是2020年9月20日 這裡有我新世蘭 記得投影 還有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大家好 希望各位的點讚、訂閱和分享 同時也可以大家多點留言交流一下 繼續壯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了 今節回來講華為的問題 事源現在美國有些媒體說 現在對美國的行為就好像斬首一樣 將它一招了 想整死華為 因為之前我們有說過一個美國司法部長 威廉巴爾、William Barr 他就說中國意圖主導世界的數碼基礎設施 就是5G的操作 肥沛奧也都說中國是 搞一個真正歐威爾式的監視國家 其實就是講1984那本書 George Orwell 1984那本書裡面講的那種 法西斯主義國家其實就不是的 不過有很多人當然是串來講 尤其是人面識別、人工智能、5G技術 就說這個中國似乎已經成為了世界上的技術超級大國 但是你看深一層其實中國都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 就是講真的 有很多東西其實核心技術不是中國擁有 還沒有去到 還沒有追到上來 你想一下就是那個晶片斷供的問題 現在那個叫做美國它就斷供這個華為的晶片 基本上就全世界都沒有一家公司 可以直接賣這個晶片給華為的了 現在基本上所有的公司都要拿一個美國政府的許可 才可以將晶片賣給華為的 但是這個晶片中國是沒有辦法自己生產的 這些先進晶片是生產不了的 它是要用這個領域要用很長時間去追的 要用很多的技術積慮才行的 如果不是你強行做出來 你放進去用可能就不可靠 始終這些高科技領域是要時間去累積出來的 沒得說可以一下就做到出來這樣又不行的 困難一些 困難一些 就是怎麼說呢 因為現在做晶片設計 它又是會用美國的軟件來做的 如果做晶片的話 也都會用到美國製造的產品 就算中芯國際也好 如果美國是斷工某些東西的話 基本上中芯國際現在的技術是14納米 都沒得生產 但是你要記住 世界前緣的技術就是7納米 現在開始就開始做5個納米 其實就這個中芯國際那個技術 就是相差幾年 和定尖的技術 14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你比起其它外國的話 都還有一段距離 這段距離要怎麼追呢 如果要幾年時間的話 好了 但是這個世界不會只等中國走的嘛 其它國家都向前走的嘛 所以追趕這個技術是很吃力的 事實上 因為就算你追到技術之後 你的市場是否追得到呢 這個不只是靠技術那麼簡單 現在美國就很多 不只是硬件去打壓力 軟件去打壓力 其實在很多的設計上 很多東西要拉承 很多都是美國公司的才弄的嘛 所以這些軟件就要重新寫過 由中國開發過的話 這樣就有一段日子了 是啊 其實還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 因為為什麼 再說一件事 現在中國自己完全不用美國技術 可以做出來的晶片 就是40納米的晶片 這個40納米的晶片大概是10年前的技術 所以實際上有些人說自己很厲害的那些 其實就不知道現在的困局在哪裡 那美國人是不是這樣做 是不是很腹肌呢 是的 就是他這樣做是 就是斷工啊各方面 其實就在商言商都不 理論上都不應該這樣做的 但是他們現在用了一些招去 整一間中國公司呢 其實大家要面對的問題就是 如果之後沒有了這些美國的技術 究竟我們中國是不是真的頂到下去呢 當然有些人就出來講就說 喂 不是哦 現在我們有一些彎道超車的東西 不過還沒拿到出來 不過很快拿到出來 就是這件事情呢 說出來的那些人呢 其實我自己認為呢 很多都是為了買書而已 就說自己 但是我們有很多東西可以拿出來的 肯定這次呢就拿出來之後呢 美國都拿出來的了 那問題就是這些基礎科學技術的累積呢 是要時間的 也都是要不斷地做才行的 嗯 那現在那個 其實我看到都覺得挺震驚的 這個危機呢 是暫時還沒看不到一個輕易解決的方法 就是這樣東西並不是這麼容易做得到 因為很難可以擺脫對美國或者西方技術的依賴 就是如果你要由零開始搞一個完整的工業出來 尤其是是這些這樣的微電子的製造工業 那其實是你就算多努力都好 就是要有突破呢 其實都不是真的這麼容易的 就是這個你說 就是你說要突破這一點了 你除了你在技術上突破 還要在市場上突破 就算你今天你做得到 那個市場上是否能接受得到呢 這個也是另一個問題 很多時候為什麼現在 為什麼之前華為的產品 過去幾年的市場上 接受得非常之好呢 接受得非常之好 因為它是可靠嘛 而當中為什麼這麼可靠呢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不只是中國的技術到位 而是其它裏面有些材料 都是用到其它國家的技術 它就是整合整個東西 它是有優勢的 但是你就是要拿到 所有人做得最好的東西去整合 這樣做出來才有一個優勢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有些人說你這樣做不是自己的 但是其實已經算是自己了 所以現在美國這個數碼斬首 其實那個力量是挺驚人的 因為這個其實沒有什麼人會想到 美國總統會好像特朗普那樣 就是一衝動就炸你這樣 什麼都敢死 因為其實你想一下 不只是華為可以這樣 如果這個人瘋起來 它可以再用美國這種優勢 去借其它的中國公司 可以封閉的 只要有和美國有技術交流的公司 或者有技術交集的公司 都不用交流 就其實可能是這樣買些材料的 它都可以啖啖啖啖 Many做下去的這些實質公司 其實美國現在是我覺得 它現在這樣做成就消耗了以前 幾十年的累積的了 就是你這樣一招出來之後 有很多人或者很多地方 都會想一下如何可以繞過 美國的技術 就不會長期依賴美國這些技術 尤其是在這個地球上面有些 你不可以說是骨氣 只不過是對自己有些要求的國家 不可以做美國附庸 尤其是技術層面上面 就會做很多 就是我認為 會做很多科研 去看看怎樣可以繞過美國這些技術 所以未來的軌跡就不是 我認為很大可能不是跟美國的意志去行 就是你之後那個研發的投資 那些其實就會在其他地方可能會投入多一些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其他國家看著眼淚都覺得 美國可以這樣打壓人 有什麼下一個輪到我的呢? 其他國家都有這個考慮 其實他這樣做 美國這樣做也都是令很多不同的國家 有一個誘因就是可以 應該要自己自己做一些東西 就防止美國殺到來 要封殺你 一被封殺就站在那裡 那什麼生意都不用做了 現在華為是一個這樣的環境 就是因為華為的問題就是 如果沒有了晶片 華為可以生產什麼呢? 因為華為其實自己是不撐晶片的 華為其實它有晶片的設計 但是它自己是不生產晶片的 就是有很多晶片 就是華為自己有晶片 比如海斯半導體 其實是台積電代工的 但是台積電已經不幫華為代工了 那你可以說是不是中芯國際呢? 中芯國際呢 用美國技術代工的話 最好的技術可以去到14個納米 跟台積電本身已經有距離了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用美國的技術 中國自己製造的晶片是40納米 是台積電最好的技術的尺寸的10倍 嗯 其實這個技術只是可以做到 十幾年前那些普通電話的水平 很困難的 前面的路很困難 所以樂觀是要的 但是不要盲目地樂觀 就是有些人現在在那裡吹的 其實內地有些公眾號就說 哎呀 我們很快就有技術的突破了 可以完全搞定這個晶片的問題 實際上沒有這麼簡單的 其實很多東西就不只是說新的產品 新的技術 連一些舊的產品 你都是要用晶片的 那這個晶片那個如果你的技術一直都是 可能是出來的那個質素 那個品質 出不了的話 就是上不了去的話 你就算連舊的產品都會影響到的 我知道很多在國內很多電子產品都用台灣的晶片 現在台灣也是因為被美國影響到的 而很多公司都不可以出晶片去中國的 就是所謂的舊的產品 譬如普通那些 最簡單的就是WiFi的晶片 中國有產WiFi的晶片的 但是在這個市場上很多都是在用台灣的晶片的 當然WiFi那些 這些其實都算 用了這麼多年了 都算不再是高技術還是低技術的東西 中國它自己都有廠的生產的 但是那個接受程度度不到呢? 那個品質可不夠台灣的晶片可靠呢? 這個也是另一個問題 那如果萬一就是衰到貼地 連WiFi晶片都不賣給你的話 那是不是少了一個依賴呢? 應該說就是少了一個可靠的晶片供應 對中國的產品來說 少了一個可靠的晶片供應 那你當然只能夠用回本地生產 就是中國生產的WiFi晶片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中國WiFi晶片那個品質追不上的話 我們最後打擊就是中國的產品而已 嗯 其實那個問題就是 現在中國會投資很多進去晶片業的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扔這麼多錢進去其實就有好有不好 好就真的可以做到事 不好就一定有人混水摸魚 因為現在內地政府是弄了一個二千多億的基金 去支持國產晶片 那還有就是在北京也都成立了一間 就是76億美金的公司 就是中心國際啊 那有這麼多錢呢 其實就肯定會進步到的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肯定會進步到 但是 是不是真的可以追得回呢? 那現在都不知道的 因為一定有些人呢 為了賺錢是會混水摸魚的 而這些領域呢 官僚管的話呢 其實也是 都是不 就是我自己覺得 就是不會很到位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都對這一方面的事情 沒有一個 就是專門的技術的知識在這裡 就是你如果沒有這個專門的知識去管這些事情 就很容易被人混水摸魚 就是舔了錢走 然後什麼都做不到 就是這個是幾大的風險 就是美國這些是很複雜的了 就是它就用那條 就是供應鏈呢 你做一個武器 那現在我自己覺得 其實有很多國家都會看到 喂 如果美國長期這樣搞 對任何一個國家的國家安全都會威脅到的 如果你突然之間說斷工某些東西的話 那有很多東西可能一直依賴美國的供應鏈的 那你就做不到該做的事情 就是一般普通的國家 比如就算是盟友也好 對手也好 對手就更加不用說了 對手就肯定會扔錢下去了 那盟友的話都會有疑問的 就是好像韓國、日本那些 會不會隨時你都會斷工我們 那一定是會在這個層面去增加自己的技術累積 還有是要把自己剝離美國的供應鏈 沒錯 表面上看來是對華為的技術斬首 但是實際上 美國是自己斷送自己的公信力的 同時是 因為你沒有可能的 如果你自己有個技術的領導地位的時候 你沒有可能用這個東西 去喜歡把這個技術的優勢 斬向哪一家公司就斬向哪一家公司的 你這樣做出來就被人看得非常不公道 嗯 其實 所以其他公司 其他國家 看到這樣的情況 當然也要自己加緊研發 你制裁得華為 今天制裁得華為 難保將來不可以制裁三星的 可以這樣 他借一些意就會 如果一去到一個領先的位置 他就可以想著用這些方法去打 就是為什麼 之前美國的總統不會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 你這樣打了之後 其實就是一次的 這條橋可以用一次的 你用完之後你就沒得再用了 基本上 你不可以周圍用的 如果你周圍用就擺明 你周圍欺人了 是不是 所以他只是打擊一個最大的公司 他都可以有其他方法去打擊的 比如說華為又和 假設華為又和三星有合作來往的 哦 跟著美國又可以 哦 原來你這家三星和華為有合作的 那又打擊你了 打擊你三星了 可能是這樣的 他們可以這樣做的 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他們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他個個都不敢供給華為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他現在 就是這樣說 為什麼針對華為這件事 就是斷工晶片 好像看起來這麼有效呢 就是因為 全世界都是依賴美國的技術的 為什麼全世界都敢去依賴美國的技術呢 就是覺得美國不會做這些這麼混蛋的事情 真的 不是開玩笑的 他現在做了這一次之後 其實我覺得 全世界都會增加自己的技術的累積 尤其是這個晶片 你說很快可以拿出來的那些是假的 但是你說長遠來說 是不是真的可以追得到呢 我覺得長遠一點點是可以追得到的 但是不是現在的人說 說很快沒有事 可以拿到一套東西出來可以用 這些全部都是騙人的 就是那些公眾號 營銷號是騙人的 但是你說如果真是把那些政府的投入 國內政府的投入 真是去實實在在 踏踏實實的去做一些技術累積 去做一些科研 我覺得是有得罪的 不是完全沒有得罪 還有是建構自己的一條供應鏈 是完全不需要依賴美國佬的 那就對中國長遠來說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樣看的話 其實美國這個公信力沒有了之後 其實就是可能會發生的事 就是美國對全世界的科技企業的影響力 就玩完了 因為很坦白說 只要你不是美國公司 你就會想去擁有一套自己的技術 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美國這些這樣的技術的影響力 我自己覺得就是 之後一力一直都會走下坡 如果美國不是出來說 它只是針對華為 其他公司不用擔心 但是說真的就算說了都是沒什麼用的 因為有很多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有很多國家根本上 不只是美國對手 就算是美國的盟友 都會很懷疑 究竟喂 我用你那些東西 是不是真的可以繼續用下去呢 始終是有一個疑問的 尤其是韓國和台灣這些台灣地區 沒錯 大家的生意來往一直都非常緊密的 這樣其實都導致他們這些台灣和韓國的公司 少了一個可靠的生意夥伴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瘋 其實這個 一個問題就是 之前那些美國總統不做 的原因就是 因為知道一做了這個選項的話 其實就是全世界都會想一個問題 就是美國是否真是一個可以依賴的技術夥伴呢 就是你如果不是一個可以依賴的技術夥伴 就每一個地方都會自己都會搞一些國產的東西出來 就是自己做一套供應鏈出來 就不會依賴你美國 因為其實華為這件事就講了給全世界聽 一依賴你美國呢 其實就很危險 嗯 沒錯 就是說到底我都認為 我個人呢 是對長久以來 對中國都是有利的 但是目前 以目前的局面來看呢 你說要中國一次過可以贏得到 很快彎到超車超過你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不對的 又或者 這次被美國 一下打低 你中國就輸了 輸硬的了 這個看法也是不對的 這個是要持久去打的 這些場仗會是 就是又要找回毛澤東的本 《論辭九戰》來網網 《論辭九戰》 其實你在今時今日這個東西 就是我認為 就是都有這個啟示性 在很多層面上面都很有啟示性 就是 你說我們被人這樣打擾一鍋 是不是真的會倒档呢 不是的 不是的 但是你說是不是真的可以拿到 手上是有些東西馬上拿出來 可以速戰速決呢 也是沒有的 就是 就是回到這個抗戰的日子 有很多人是 就是現在宣揚一件事 就是中國無敵論的 這個真的是 我們可以拿出來 其實就是害死國家的 這些人 也有些人就是宣揚一套東西 有些人說我們宣揚一套東西 就叫做 中國一定要跪低 其實我們從來都沒有說過這樣的說話 只不過是有些人 只是我們不說中國無敵 就有人說我們是 就是主張中國全面跪低的 其實我們是沒有說的 我們是很中容知道 我們是 就是我們每一次呢 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 都會看回這個 論詞九節裡面的內容 是啊 所以我們 在正向部特意開一個節目 可能是對一些朋友比較悶 但是我認為是很有啟發性的 所以我們做回幾節 來講一下 論詞九戰的內容 是啊 因為現在美國佬 他把他的供應鏈 變成了一個 就是摧毀任何一家公司 都能用的武器的時候 其實很多企業都會想 究竟是不是需要做回一些投資 去令到自己的供應鏈 是脫離回美國的 其實 那當然這件事是會 就是對整個國家 短期內是有負面的影響 因為國家是要扔很多錢去投入 去做這件事 但是長遠而言 對中國是好事的 因為只要中國 是將這個芯片供應 自國產化 全面國產化 任何那些供應 都不需要依賴美國的話 其實長遠來說就是一件好事 但是中間會有 中間會是極其困難的 中間並不是一帆風順 現在說一帆風順的那些人 全部都是沒有提供足夠的心理準備 給國人的 所以我們一直都說一句話 就是前景是光明的 但是道路是非常崎嶇的 這次時間差不多 就是這樣 拜拜